哈喽宝宝们大家好,我是小鱼 那昨天我做了一个预告 都知道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什么了吧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些五彩缤纷的 非常适合夏天佩戴的 宝石精品小戒指 都是以红宝,蓝宝和中文语为主的 因为这一次内容有点多 我会分上下两集来介绍 来看一下左手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缅甸的 割雪红的 戒指 这个主食是0.692克拉的 钻石配了0.579克拉 这个只要不容易 你们看一下 黄白金镶嵌 剩手非常漂亮 缅甸红老师的颜色 就是特别特别的亮眼 非常好看 好了,给第一个 下一个 第二个是莫桑比克的红宝石 割雪红的 它的颜色就没有缅甸的 红宝石那么亮 但实际上它也是挺漂亮的 正红色 又比较典雅的那种感觉 它这边是用了K王金去向前 然后这边的T钻用的是 白金 K白金向前的 非常有设计感 这种撞色的设计 很特别 这个参数是 红宝石每1.6克拉 钻石1.411克拉 这1万多 然后来看一下 这个是 小可爱 这个 唐塔的切工非常好 面子很大 颜色是不是超漂亮 这个就是色标级的黄家兰 一点都不发黑 非常的明亮 然后旁边是配的是 马眼钻 这个蓝宝石是0.75克拉的 看出来吧 这个配上去挺大的 然后马眼钻用了0.29克拉 这也是几千块钱 然后是这一个 颜色很粉嫩的 粉蓝宝剑齿 这是一个无梢的粉蓝 燕粉色的 蓝宝剑齿 是无梢的 这个颜色非常漂亮 我相信很多女生 对这种粉嫩粉嫩的颜色 真的是毫无抵抗力的 晶体也特别好 全干净 这个主食是1.51克拉的 然后 配专用的0.29克拉 是一个非常 奥式复古的一个造型 侧面看也很漂亮 这只要一般树桶 是无梢的哦 好了 那我们再来接着看 这个是 我非常喜欢的 缅甸歌曲狂 它是一颗星形的 大家都知道现在 缅甸的红老师 价格长得有多厉害了 因为非常的喜少 像这种品质好的 特别特别少 缅甸的石头 经常会有裂 有一些小毛病 但是这个是 没有的 这个全干净 非常棒的品质 然后这个还做的是 戒指跟吊坠两用的 这个做吊坠 也很漂亮 这个我就不拆了 戴起来很好看 看一下这个参数 这个是1.06克拉的主食 然后副钻用了1.38克拉 这个2万多 夏天就要戴这种 色彩缤纷的 让人感觉心情都特别好 来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个 组合绿排阶 颜色非常的漂亮 这个颜色就到顶级了 组合绿最好看的颜色也就是这样 每一个都可以说是小色调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像这样子高品质的排阶 你带一枚 就有精灵 很出彩的 看一下这个参数 这个是中古瑞士用的1.41克拉的 然后钻子1.37克拉 这个只要1万多 看我自己都想 看一下 非常好看 带石子也很好看 我觉得排阶带石子也很酷 这个帅 好了左手的6个戒指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然后明天继续介绍 另外的5只戒指 希望你们能继续关注我 拜拜